以後他爆料說陳佩琪明天要去美國 不過陳佩琪很難全身而退 目前他的固定門診可以掛好預約 可是聯誼爆料說確實很逃通 結果還行嗎 走出辦公室一改往日高調 面對追問全程戴口罩不答 陳佩琪不但一人豪宅金流說不清 還疑似利用兒子柯富瑤開設人同公司 聯誼想開閘卻缺了關鍵證據 緩議讓他贊保聯誼之位 但勞工柯文哲這會被約談 身為整編人恐怕也難全身而退 陳佩琪被約談我個人認為一定會有 那至於會不會收押就要看他當時所講的內容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講出了更多的事情 那導致於最後面可能陳佩琪有沒有機會被收押 如果有太多的商業利益交纏的話 那可能對公務員後面的權利 可能就會最後被國家的制度給剝奪掉 所以這是每個公務員都要很小心的部分 就這位聯誼不具名醫師指出當前院方更是頭痛 以陳佩琪來說 每週三和週四固定郵政 當前還秀在網路預約上 加時也被約談 甚至縱折被羈押 醫師也非說換就有人 警告前致電聯誼至今未接未回 媒體全組也壓卻無聲 一介夫婦走到這一步 看在昔日同業夥伴眼中感嘆萬分 白色力量掉入黑灘大染缸 原先一度問頂總統大位的柯文哲恐怕一切歸零 就連陳佩琪不僅總統夫人夢碎 就怕也賠上後半輩子的保障 記者綜合報導